請你跟我這樣過 飲食危機聽不少 到底真相是什麼 年關將近 掉入美食陷阱的機率大增 坊間流傳的食物經濟 聽起來頗有道理 但經得起考驗嗎 你耳熟能詳的飲食傳言 危機盲點又在哪 拔拉又去脂才好消化 爆米花吃太多會降低智商 飯後吃水果不一定健康 你也困惑了嗎 別懷疑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快來聽專家們怎麼說 我們邀請到家醫科醫師王建宇 食療專家王明勇 醫藥記者洪素卿 及三位藝人張克帆 甄莉 佩佩 要來一起討論喔 其實在我們生活周遭 的確有很多跟飲食相關的一些話題 大家不曉得是真是假 其中常有蠻多的玄機的喔 所以今天我們準備了幾樣的食物 這些食物到底有沒有一些隱藏性的危機 來 看到桌上 現在我們就先從這一個 應該是大家非常平靜的 而且很常喝的鮮奶茶 有的人可能早餐就喝對不對 有的人可能是吃完飯之後 來一點飲料 也不錯 可是有這麼一種說法喔 說一天兩杯的鮮奶茶 會導致腎結石 好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來 選擇 請選擇 當然不可能啊 當然不可能 當然不可能 但是有兩位長者 就沒可能 就我們這兩位 比較虛一點嗎 這真的是 我承認我是我是 表示我們比較有學問 真的會 真的會 我覺得真的會 真的 為什麼 因為紅茶它是草酸的 然後那個奶又是膏鈣 而且在飲料店買 甚至說是在便利店買的那些 那些飲料裡面 他會給你用真的鮮奶嗎 然後我們就算是鮮奶好了 他一樣是膏鈣 所以這個兩個加起來呢 我覺得對男人 得了腎結石 人參 就是沒有得腎結石 就已經人參黑白了 得了以後 人參就黑掉了 是這樣 對啊 因為這兩者加起來 會變成草酸鈣鹽鹽 所以他不會吸收 因為我們翻開農民粒有沒有 就這個加這個會怎樣 對 螃蟹加那個柿子會怎樣 農民粒有寫到 農民粒會喔 農民粒有些會 農民粒有寫到奶茶 農民粒有寫什麼螃蟹加柿子 什麼很多都不能這樣吃 長者真的是一瓶一瓶 真的 這個厲害了 年紀大了就是迷信啊 我是聽說過就是 豆漿是不能常喝 會腎結石 所以我覺得他是不是記錯了 應該是豆漿吧 怎麼會是鮮奶 沒有 是鮮奶茶 是鮮奶茶 真的是鮮奶茶 那鮮奶茶到處都愛賣 有問題的話 怎麼還會再賣成這樣 對 因為他是說 不要每天經常喝 你可能一天喝過量 就不行了 所以一天兩杯量 太多了 對啊 你可能試量是OK的 很多東西就過於不及 都不好嘛 對不對 所以過量是絕對不好 兩杯太多 那有沒有聽說如果是 這是因為是紅茶 加上鮮奶 那如果換一個主題 我聽說不要紅茶 是烏龍茶比較天然的最好 這樣喔 紅茶不可以啦 茶都一樣啦 不是 茶都一樣 你不是 你不知道啦 因為紅茶它是熟茶 你知道嗎 它的酸比較多 對 那就可能嚴重就會比較壞 那你喝一些高三烏龍茶 鐵觀音加的就不太好 就OK了 可能就比較慢 慢性腎結石了 一星二夜的那個清茶 是最好的 好厲害喔 來 王醫師幫我們來解答一下 圈還是茶 一天兩杯的鮮奶茶 是不會增加聖結石 不會 對 但是 這兩位老人家 他講的是很有趣 沒有 醫師 醫師 誰講都可以 就是他不能夾我們 他看起來都比我們老 還夾我們老人家 對啊 講光操最近還好嗎 王哥 三位老人家 基本上大家知道 在台灣聖結石當中 我們去分析結石的成分 草酸鈣是第一名的 事實上重點是在於 當你身體裡面吃的草酸 其實剛才克凡也講到 在所謂茶類當中 紅茶的草酸 含的絕對比綠茶還高 這是真的 當這兩個東西 我們吃到胃腸道裡面走 它在我們胃腸道 就會形成草酸鈣的沉澱物了 它本身不會說 到達你的血液吸收去 形成之後 再到腎臟裡面去 所以在你的胃腸道裡面 就已經形成了 就會從大便就排出去了 當然我們再治療一個原則說 如果你本身體內的草酸 都比較高的話 你本身還其實 說實在的你的食物裡面 草酸比較多的話 還是需要吃一些鈣的東西 讓它結合掉排掉 這樣你身體 都不會去吸收那個草酸 那到底什麼事 會跑到腎去 應該說 它最主要是你本身水喝得少 我們想說會腎結石的人 它是因為水喝得太少 那你這些血液中的濃度 經過腎臟之後 它本身那個水量不夠 濃度不夠的話 它會形成結晶 所以我們會跟你講 有腎結石的人 它本身一天 它的水不是說 一般專家說喝兩千到三千 不是 應該告訴你 你每天的小便量 至少要六次到八次的小便 當你的下水道 越通暢 你這些結晶就不會形成 就不會形成結石 這才是重點 所以這種意思是要多喝水 多排尿 這才是重點 那喝飲料呢 我跟你講 對不起 飲料不是水 飲料不是水 奶茶 對啊 我們都知道 你學過國中的一些物理化學 就告訴你 水是單純的水容易 你加了很多東西之後 它的水是被吸濕掉的 你說一般來說 要多喝水 而且要從什麼尿量 去定義你的喝的水量 夠不夠 這才是重點 像很多說波菜加豆腐 以前我們也提過很多 對 你牛奶加茶 就是因為草酸跟鈣已經結合 它是在哪裡 在我們還沒吃進去 在腸子裡面就結合 所以它結合以後 它是大分子 就不容易跑進去我們的腸壁 反而是會帶走 那會不會這個奶茶 其實在杯子裡面 它就已經有結石了 有炒酸蓋 對 沒有錯 只是它沒有結晶 就像我們的那個燒開水 你用自來水燒開水 你燒一次可能看不到結晶 你燒個五次 十次之後 你就看你的水裡面 你的水壺裡面不是有 茶夠 水夠了嗎 就結晶了 那就是結晶了 就這個意思 王醫師這樣講 我就記得 我曾經有一次 跟我的打球的球友 他就是都喝飲料都不喝水 然後有一天打球打 夏天 他打到大概第十棟 他又跑回第九棟去上廁所 這一去它就沒有出來了 為什麼 卡住了嗎 血尿卡住 它下在裡面 不知道該怎麼辦 後來才 然後身體又痛 然後尿尿又痛 血尿 結果後來就直接 送醫院 那個送醫院 就是腎結石 就是不喝水 可是王醫師 想請教一下 那種奶精做的奶茶 裡面它也會形成炒酸蓋嗎 不會 奶精是一種反式脂肪酸 它是一種那種植物油 清化之後所產生的 它本身基本上是 裡面不叫奶 它的名字是錯誤的 根本沒有奶 對 根本沒有奶 那種東西對身體 最大的傷害是 它會造成你的血脂肪過高 會造成心血管疾病 奶精基本上是沒有鈣 它是用油跟水做的 所以它基本上 就變成成農茶的話 你加奶精 它是沒有辦法結合成炒酸蓋 反而是沒有在外面結合 那這樣的話 你大量喝農茶 我發現 常常我們會用油 會遇到結食的男生 有一部分的族群 通常百分之八十的男性 都是那種 很喜歡喝農茶 又大魚大肉的 為什麼 因為大魚大肉 蛋白質多 身體變酸 那酸蓋子流失 你又大量喝茶 炒酸 所以我發現很多偶一上 很多這種浩巴族群 都是在偶一上 很喜歡每天泡茶聊天 一整天可能喝一整天那種 那種反而它比較容易 真的喔 因為在他們的概念當中 喝茶其實他們認為是有益的 對 沒錯 但是如果它飲食是大魚大肉的話 我發現這樣的族群會特別高 那還有什麼族群呢 第一個喔 結食主要跟體質和喝水有關 這是最重要的兩個原因 以前如果去打石頭 醫生會告訴你 那是什麼石頭 第一常見是 草酸蓋的結食 草酸蓋的結食 第一個是 草酸吃太多 比如說什麼東西草酸多呢 比如說像蔬菜類的 芥蘭菜 芥菜 菠菜 芹菜 茄子 韭菜 這些都是很高草酸的 那比如說像番茄做的罐頭 番茄罐頭一樣它是高草酸 可可 巧克力也是高草酸 所以你如果草酸吃得很多 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剛才王醫師講 你想想看 這些草酸它如果沒有在 腸胃道裡面遇到鈣 它會到血裡面 它到血裡面是不是有機會 到你的腎臟 它到你的腎臟之後 你要想說那還是草鈣 因為只有草酸應該沒事對不對 問題 你身體自己會產生鈣 因為我們骨頭是最大的鈣 的儲藏庫 當你的吸收飲食的鈣 來得少的時候 我們骨頭自己會做破骨 把自己骨頭裡面 鈣拿出來用 所以你的血鈣就出來了 所以你血裡面會有鈣 它又在那邊遇到的高草酸 所以它才會形成草酸鈣 在血液裡面嗎 就會結實了嗎 對 從血液才有機會 在腎臟那邊 遇在一起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是草酸鈣結實 就是高草酸低鈣的人 最容易得 那你要如何避免呢 就是像剛剛的那些蔬菜類 如果你煮熟的吃 會比生吃它少很多草酸 所以煮熟就是減少它草酸 最好的方法 完了 那這個我們概念 不曉得那個生菜沙拉吧 那個西洋芹 那個芹菜大家毛起來吃耶 對 那另外一個辦法 就是那你就喝牛奶吧 你就讓它 所以他們就發現 高鈣飲食比低鈣飲食 不容易結實 因為以前有些人得了結實 之後就不敢吃那個牛奶 不敢吃什麼 因為他說我吃這麼多鈣 那我的結實會越結越大嗎 其實反而不是 如果你平常草酸吃得多 反而要高鈣 因為畢竟你吃在草開 你的身體都會 從骨頭拿鈣出來用 你是不可能沒有鈣的 對 所以說第一個 那第二種結實的人 它叫尿酸的結實 它並不是剛剛的草酸鈣 所以它的 因為你尿酸越高 它越容易結實 所以你是屬於這種 你就要避開那些高普林食物 有沒有 像豆類的 或者我們說海鮮類的 甚至那些 像尤其是沒有臉的 那個什麼花枝 魷魚那一類 所以就要特別小心 所以這是要注意的 第三 有些人 其實是吃藥引起的 這種一長出來就很可怕 像吃抗生素 或是吃什麼胃藥 像有些人吃抗生素 那個結實 長得像鹿角一樣 一下子就長很大 現在要形成鹿角結實的 機會比較少 那現在抗生素 有一些比較對於 腎臟會有傷害的話 基本上醫生都會避免使用 所以這種基本上 其實是已經比較少見了 那如果要看到的話 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它某有一些代謝上的疾病 才有可能 不過總之奶茶 是不會造成腎結實 不用擔心 應該多喝奶 多喝奶 你知道那個自助沙拉爸 在拿沙拉的時候 最好再拿一杯牛奶 所以是這樣 對 風險會 病毒好像降低一點 但不是說決然都不會 但是是低一些 好 來 再來桌上 還有另外一個 看電影 必吃爆米花 來嘛 你多吃點啊 多吃點嘛 接下來這一題 跟爆米花有關 你現在叫我先吃了 才要念題目 我會怪怪的 真的喔 確定不先吃喔 等一下 你先念題目 我再看看 好 第二個題目是 好險喔 目前智商還是高的喔 目前好險喔 沒有中圈倒 爆米花跟智商有關係嗎 對不對 會變低嗎 圈差 請選擇 後面差比較多 對不對 為什麼前面一片倒呢 都是圈 真莉 當然啊 因為你知道那個爆米花 因為它是糖分 它有含鉛嘛 那因為爆米花是甜食 你知道只要吃糖 就會讓你的那個 反應會變比較慢一點 對 所以人家不會說 小孩子不要吃太飽 不是 她都不給她小孩子吃 小孩吸收嗎 她說得很心虛的 因為我的小孩叫做我爸 不是啦 她不給小孩吃 是因為希望小孩不要變笨 變聰明一點 對 對 霈霈呢 我是覺得 因為爆米花它經過高溫 然後高溫的東西 好像都是會不太好 尤其爆米花裡面 都會加一堆什麼糖啊 還有奶油什麼的 對 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個很不健康的食物 所以我覺得吃多了 待會兒便利 所以你看那個爆米花 你現在還有除了 兩種口味嘛 鹹不然就甜嘛 對 還有各式各樣的鹽液 對 對不對 那個口味不是用化學調出來 調出來吃多了還不變笨嗎 怎麼可能不變笨 好有概念喔 真的 非常有見解 很有見解喔 但這些邏輯到底是正確的嗎 因為吃爆米花會變笨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對啊 王醫師 簽這個東西基本上 我們對它了解很多 那簽本身會造成神經毒 所以基本上真的 簽如果接觸多的話 你真的是會變笨 但是如果是這種接觸 比如說我放在那個機器裡面 爆米花這樣子接觸 對 水管流出來那個管子 這樣子接觸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的 是不會的 不會 因為我們那個機器它本身 雖然有很多金屬 我們剛剛看它有個鍋嘛 對 爆米花有個鍋 對 那個本身它 只要它的東西的製成 本身金屬是穩定的話 雖然裡面可能會含有鉛的元素 可能 可是基本上它會溶解出來的機會 基本上是不大的 可是如果小孩吃 總是會覺得風險就比較大了 對 那基本上其實剛才有提到說 其實爆米花本身的東西 是從穀物去高溫炸 它是一個爆的 基本上它的油只有不放太多的話 本身它的澱粉的變質 是不是那麼大 可是如果你加了很多那些 顏色 香精 奶油 那些東西是化學的 就剛才有提到說 很多的顏色它都不是天然的 那那些東西可能色素的話 它如果不是屬於 我們可以使用的人工色素的話 它希望吃多 對身體一定會造成 肝或腎的負擔 之前我們常買 我們家附近有一家粥 但是你知道 很多在煮粥的 它那個鍋子有沒有 鋁鍋 都是鋁鍋嘛 其實鋁鍋也不好 也不好嘛 對 沒錯 對啊 因為我就說 那鋁鍋要不要 算 算 算 不要買 超美 我不敢 你本來就不聰明 你還敢吃那個粥 所以還好沒繼續吃 我知道為什麼變笨的原因 因為人要 其實是腦內的神經 它的這個 等於就是 它的傳輸是很快的 那你有東西去阻斷它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記憶力不好 記憶力減退 或者是說 人家都了解了 然後結果你沒有了解 其實就是變笨 其實那個神經啊 它的傳輸速度變慢了 我曾經去試過一個藥 好認真 它就說是變聰明藥 它是怎麼試呢 它是說 你看到一個黃色的東西 它用這個黃這個字 但是用紅色寫 然後你要按紅 然後不然就黑色 然後用白色的字寫 然後你要按按白 我跟你講 吃那個 所以你真的變笨了 它是一個測驗 它是一個測驗 那測驗出來就是 吃那個藥之前 我一分鐘只能打15題 吃了以後 我真的可以打25題 我變聰明了喔 我要吃 怎麼可能 就是它是 它是讓你的那個速度變快 這個其實以前是一種 用來治療兒童過動症的藥 過動症的藥 它是讓你注意力變集中 對 那注意力真的就變聰明嗎 因為你注意力 很多人其實並不是他不聰明 而是他一心很多用 所以他沒有辦法專注在他面對 他解決的問題上面 所以如果有人讓你專注力提升的話 你會變得比平常的達成率高很多 目前認為部分的色素 可能跟兒童的過動有關 而過動會影響他的學習 對 因為他沒有辦法專注 所以你會覺得他學院表現沒有那麼好 除非他寫天然色素 因為天然色素 比如說它是從葉綠樹弄出綠色來 或葉什麼 它是由胡蘿蔔樹弄出橘色來 類似這樣子 那就OK 可是如果它不是天然色素 是那種煤焦油 煤焦油系的體煉出來的色素 那個都要留意一下 不要吃多 那回到剛剛你說的 鋁鍋是有危險的 為什麼 理由何在 因為鋁這個東西 它雖然在以前有輕便 它容易塑形 它很容易耐 可是問題是 它在食物過程當中 噴掉過程中 它鋁會滲出來 那這個元素在你體內的話 就會堆積 如果堆積在腦袋的話 你可能會提早 就還沒到老 就開始 了解了 所以去隔點是在 它沒有烹煮加熱那個工程 對 就是你有沒有把這些 不應該出現的離子 出現在你的食物當中 當中 那你用不適當的容器 煮出來的話 其實造成的問題是真的是滿大的 好 那但回到這個爆米花 有人說爆米花可以抗氧化 有可能嗎 玉米本身是一個很好的食物 那爆米花當然它最主要的 這個所謂的抗氧化劑 就是所謂的這個 玉米黃素 就這個黃色這個東西 就像我們現在很流行 吃什麼葉黃素一樣 就是這個黃色的色素 所以 那最主要是因為玉米的爆米花 我們都知道它是全骨類 就跟糙米一樣 大部分的營養素 纖維和這些所謂的 礦物質維他命這些營養素 大部分都在這個殼上面 所以它爆的時候 主要應該是在那個硬的殼 所以吃爆米花 一般你會注意 你不會那個硬的殼 一般你會把它噴出來 對 不要浪費就對了 不是 因為太硬了 別人出出來都撿來 是不是 太硬 太硬了 你老公噴出來 你在旁邊看見你 噁心 因為那個殼會比較硬 因為就跟我們爆米花有沒有 路邊那個爆米花是一樣的 因為一般外面的爆米花是 用白米 米啊 所以你不會吃到硬硬不好吃的東西 對 但是以營養價值來講 它是比較低的 反而像你全骨類去爆的 它營養價值含量會比較高 那當然這個報告 也有一點小小的爭議是說 因為如果你以同等重量的話 因為這很輕的 爆米花很輕輕的 如果一百公克它可能很多啊 但是你水果一百公克 可能都是水啊 所以如果要比這個抗氧化劑 其實這樣比有一點 沒辦法 不夠客觀 是因為價值的 對 當然有抗氧化劑 其實覺得有 它有它存在 那我不要爆 我就直接吃玉米就好 當然是OK啊 黃玉米跟白玉米 哪一個抗氧化劑比較多 黃玉米會比較多 顏色越鮮豔的 通常會比較多 了解 還有什麼東西會讓人變笨啊 第一個最難移 大家可能猜不到的就是 魚刺 什麼 魚刺會變笨 吃魚刺會變笨 所以大家不要再殺鯊魚囉 魚刺賣得很貴耶 因為它會不會 在發現在部分的魚刺上面 它會發現一種神經毒素 叫BMAA 而BMAA一般認為 可能跟老人失智症有關 所以呢 所以不要再吃魚刺了好嗎 吃冬粉就好了 雖然很多冬粉也不是綠透做的 這是第一個你比較難想像的 第二個部分是 之前認為說 會變笨 就跟重金屬有關 比如說是鉛 所以以前都會認為說 家裡的人呢 為了讓小朋友 就是吃了什麼 骨頭長得好啊 就會給他做大骨湯有沒有 燉骨髓啊 他們就很擔心 因為像脊椎動物裡面 它的鉛會放在哪裡 就放在它的骨頭裡面 所以它如果是一隻受到污染的 或它的環境是有鉛的 它就會儲留在它的大骨裡面 你又把它拿來燉湯 湯又給你的小孩喝 那鉛就給你的小孩 小孩喝了之後 它學業表現不好 要怪誰呢 對 那第三個其實很糟糕 是就要怪政府 或你要看你們家的社區 因為有些社區 他們家的水管 如果是比較老舊的 那整個老舊水管 台灣還有部分地區 是鉛的水管 所以那個東西 它水到你家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些污染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 你如果連喝水 都可能會變笨 所以其實這些反而是 大家要比較注意到 最後就是剛才講的 甜質 金智糖的部分 真的一般認為 它也會讓你的注意力 會變比較差 那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吃一次 然後把你的鉛 盡量地排掉 或清乾淨 因為如果是鉛的因素導致的話 有什麼辦法嗎 應該說我們基本上 如果在醫學上面 治療所謂的一些 重金屬中毒的話 我們是用一種叫 熬合劑 它就均勻把一個 重金屬抓出來 可是重點是在 你的本身 你的體內的濃度要夠 如果你是屬於微量的話 它是抓不到的 當然如果你已經有 急性的中毒的話 就必須打這個熬合劑 進到你體內 先把那個很多的部分 先把它抓出來 這樣的話 你這個急性的中毒的話 會造成很多的傷害 因為牽中毒的話 不是只有腦袋 其實它會造成腎臟 造血細胞 都會受傷害 所以基本上影響性蠻大 會影響到腦袋 這是比較後面的 來 再來另外一樣東西 芭樂 來點水果 這個話也有問題 芭樂總沒問題 但是有分兩顆啊 你在吃的時候 你們會吃這種 沒有籽的 削乾淨的 還是油籽的 整顆啃下去 沒有籽的 沒有籽的啊 當然是沒有籽的 來 題目來問一下 這個吃芭樂要去籽 不然的話就會便祕嗎 最一般的說法對不對 會不會便祕 圈插請選擇 前面圈圈圈 大部分都是圈 來 柯坊哥 就算不便祕的話 他一定也會痛痛的啊 人家是說 減肥吃芭樂是因為 它比較容易飽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比較就是有那個 等於說是怎麼樣 纖維質嘛 芭樂的纖維質是最多 那最多纖維質 應該在紫吧 對不對 幫助腸道蠕動 沒有...那個... 不是 它因為是粗的那種纖維質 它可能就是沒有辦法 在你的腸道裡面 不知道怎樣 反正有一種粗的纖維質 到的腸道 它會讓你便祕啦 對 那反而要那種軟一點的 才能真的幫你代謝 然後讓它出來的 感覺吃大便會變很硬 對 出不來就便祕啦 因為從小都會聽到 我爸爸說 不行不行 要多吃香蕉比較好排便 就是說吃芭樂的那個 有時候吃到籽 就很容易會便祕 所以到底吃芭樂 如果吃籽的話 會不會造成便祕呢 王老師 來 基本上是不會 就是說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現在的芭樂 跟以前的芭樂 因為以前吃的叫土芭樂 土芭樂你就吃過 就點抽 真的硬 那你看硬 如果牙齒又不好 你吃芭樂一定是咬沒爛 就怎樣 吞下去了 吞下去了 其實芭樂的膳食纖維 以土芭樂來講 跟現在你看到這種 所謂的泰國芭樂 這個是差一倍以上的膳食纖維 真的啊 那纖維一提兩面 纖維多的時候 大家知道幫助腸胃乳幹什麼 其實過多 反而會阻塞 對 所以反而以前有一陣子 很多人在喝那個纖維 怎麼泡泡來減肥有沒有 當代餐 結果你水不夠 反而是沒有便祕 就搞成便祕 它就結塊 那芭樂籽本身它是不會消化的 所以早期的芭樂土芭樂 因為它纖維粗 你吃咬不爛 對 如果你要臉指下的話 其實很容易 如果你水分不夠 反而是容易造成阻塞 那有沒有說 吃什麼的水果 的確有可能會便祕嗎 還是水果都還好 人家說有沒有上火的 或什麼的 當然上火的會比較會 那另外一部分是 之前比較盛產的這個 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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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你說軟的還軟的嘛 都一樣 對 柿子啊 對 可是柿白說會 就是柿子 對啦 應該是 對啦 它是寫小讀啦 但是現在醫學比較發達 營養學比較發達 其實正式是因為它比較多 一些柔酸的東西 會跟一些蛋白質會結塊 好像牛奶到處一樣 結塊 那你吃進去 如果你今天大魚大肉 你吃螃蟹都肉 就是蛋白質很多 如果你又飯後 吃水果是吃柿子 那你的肉就會結塊 好像牛奶結塊一樣 那這樣的話是會影響消化 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那消化不良其實 如果你腸胃弱的人 就比較容易感覺 排便的時間會變差 而且有些甚至會變成糞食 或餵食 你就塞住腸胃道 那就是出不來 沒有錯 像蘋果啊 如果你吃的時候沒有多喝水 它有時候反而也會塞住 蘋果嗎 不是 不要跟喝的水量有關 因為他說 有些果膠質的東西 如果你吃很多而沒喝水 它反而會吸掉你腸子內的水分 對 所以反而比較不動 我把那個意思是一樣 意思是一樣 所以有人說 有人說什麼 在拉肚子的人 如果吃蘋果 就可以止蟹 是 那那時候你就不要再喝水 因為它會吸收 是嗎 可是以前減肥不是說 吃青蘋果會讓你拉肚子 那你要喝多一點水就能拉了 所以它跟水量有關 好 來 桌上還有第四樣東西 各位 泡麵 泡麵會有什麼問題呢 吃一包泡麵 這個肝臟要解毒的話 需要三十二天啊 這個裡面有這個劇毒嗎 是解毒三十二天啊 依照你的智慧來判斷 請選擇 我們剛剛補泡麵都差 對 只有兩位 不是上面你們每個都這麼聰明喔 從來沒有答錯過喔 這樣做久了 會以為我們前面三個 都在做效果喔 真的好笨蛋啊 好 那就解釋一下啦 為什麼差 泡麵怎麼可能 這個是通過我們衛生署 檢驗盒的 給它在市面上伴售的 我對這個泡麵的印象就是說 其實泡麵 我相信它需要解毒啦 只是沒有要到三十二天那麼久 那可是呢 因為它就是含防腐劑 就像有像喝牛奶 有那種酒薄 薄酒乳有沒有 一箱一箱也是可以放一年的 那其實都有防腐劑 真的喔 我覺得都不好 但他們標榜那個是真空 真空可是它還有含啊 它還是有含 你再怎麼真空 我覺得多少一定有含防腐劑 所以才能擺一年耶 我們到很多國家 我們都喜歡買當地的泡麵 比如說去韓國 一定要買什麼雜醬泡麵 去日本啊什麼的 所以我們對泡麵有研究 我發現其實泡麵 可能沒有什麼防腐劑 所以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煮之前先用熱水 人家不是都說用熱水泡一泡 泡了大概五分鐘 把那個水倒掉 會覺得它黃黃的 對 就是把它就是等於說洗掉了 對 然後我們再把那個醬包 倒進去再煮 就沒問題了 你看我常吃 因為如果有防腐劑的話 我常吃的話 我應該沒有變老才對 對 妳沒變老啊 妳不是生出來就這樣嗎 沒有 妳沒看到我們現在都動靈嗎 我們也是每天在吃的 我跟你講 泡麵還有很多種類的 對啊 我跟你講 因為 好像以前是說 韓國或日本的泡麵 他們不是用油炸的 對不對 他們是用蒸出來的 所以比較健康 有兩種 一種油炸 一種非油炸 對 煮法也不一樣 對 沒錯 好啦 所以到底這個泡麵 需要32天來解讀 來 素卿 第一個部分 是剛才大家提到的 泡麵裡面的防腐劑 那最主要是 之前一直有傳說說 泡麵放了一種 叫做BHT的防腐劑 也就是抗氧化劑 那他們認為說 那個抗氧化劑 因為其實陸續 近年來陸續有些地方 已經不使用了 甚至有些地方 根本是禁用的 那這個BHT的話 因為它半摔期有點長 有一種說法是 它半摔期要7到10天 半摔期7到10天 意思是說呢 它在妳的身體面 要代謝到一半 要花這麼長的時間 所以有人就說 你看這樣隨便算一算 至少都要32天 它才可能把它代謝到剩很少 可是問題是 現在已經很少泡麵 在用BHT了 我們現在如果說 泡麵裡面真的要用抗氧化劑 你會發現 你把它翻開看 很多都是叫做用什麼 維他命E 對啊 天然維他命E 對 因為維他命E 你知道女生 有沒有愛漂亮 我們不是都會塗維他命E 或吃維他命E 因為它就是天然的抗氧化劑 所以現在很多的這些麵類 其實它都是用維他命E 添加在油裡面 來當作抗氧化 所以其實是 真正用到BHT的 現在應該已經在 相對其他的國家了 我相信你在台灣 可能已經沒有什麼 應該要用這個了 對 應該要注意是說 泡 剛才講的 可能吃乾麵 這種泡帥過水可能好一點 或者是說 像這種 大家以前在討論這個 容器的問題 反而是更加要更加 保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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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照醫生和專家這樣講 我們其實活在都市裡面 基本上就是一個慢性自殺 真的 如果沒有7-11 可能沒有辦法吃活下去 對不對 你能想像 沒有7-11 你還能當媽媽嗎 對不對 不可以 我們家小孩都去7-11 現在生活的越變歷性 反而造就就是很多人 因為它就會有一些依賴性 但是如果認識不夠 有時候會在裡面 吃出一些問題 是這樣 來 這邊有飲食習慣 危機大解密 透過生活上的一些飲食習慣 有沒有一些它是 要讓大家特別留意的 好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喝雞精會比雞湯更營養嗎 圈差 請選擇 可以一半看看嗎 圈一半 差 可以 來 後面大概快就一半 但是圈多一點 圈比較多一點 這位奇強派先回答 是 好 為什麼我舉一半 因為所謂的雞精有分那種 外面在賣的那種現成的雞精 對 跟一般我們用那種 滴雞精 一隻雞去滴下來的那個雞精 不一樣 對 所以那個雞精是非常營養的 因為像我們生過小孩 所以他當然不懂 對 然後這個也還沒結婚 所以這兩個就不會答對了 因為這個雞精是非常營養的 我不但沒生過 我還沒讓別人生過 誰管你啊 說去去去 不要被我打斷 對 然後所以說 那個雞精是最營養 尤其是孕婦在後期 如果胎兒不夠重的話 就是要喝那個雞精 讓胎兒養大一點 所以那個雞精 會比雞湯更營養 可是有時候 一般外面的那種 市售的那種 罐裝的 那當然我覺得 它就營養價值沒那麼高 它就沒有來得 雞湯來得高 是這樣子的 即將以後可能生孩子的 我覺得 因為就像醫師剛剛都有說 就是我們吃東西 都要吃全食物 比較好嘛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當然是喝 就是自己煮的雞湯 可能會比較營養 對 就是什麼都有 什麼營養分都有 然後也比較不會有 什麼防腐劑 或多餘的一些加工的東西 可是我記得 那個中醫師有跟我們講過 就是說其實現在 以現在的社會上 其實最好少喝湯 為什麼 不要喝湯 因為所有的那種 不好的東西 最後都沉澱在湯裡面 因為譬如說你的菜 沒有洗乾淨 它有農藥或是幹嘛 你最後煮煮煮 都熬在那個湯裡 你說的應該是火鍋 沒有 一樣 你在燉湯也是 因為一般現在很多 譬如說雞或幹嘛 它也有打那個 它都會沉澱在那個湯裡 我這樣 每到weekend 我要出去拼酒的之前 我都會先一瓶血精 好不好 截酒 截酒可以喝比較多 然後再喝一瓶雞精 因為我們早上要錄影 就提神啊 所以就又有精神 然後又可以喝比較多 但是你有銅醬比較過 事後你累的時候喝雞湯 你有提神嗎 我有發現 的確會比較有精神 第二天宿醉會更嚴重 因為喝太多 不是 因為如果本來 半瓶的量就倒啦 對 喝了那個 一瓶才掛過量 因為頭好痛喔 雞精在我們一般印象當中 它真的是在補元氣 雞湯沒有人會這麼說 比較少 所以正確的答案 來 王醫師 它小小的一罐 只有100CC 它裡面的營養成分 可能是 就是半鍋的雞湯 所以如果就單位而言的話 我們就有營養價值的話 它基本上是 是會比較營養 比雞湯好 終於認同我一次 對 那濾到油 跟沒濾掉油有差嗎 我們常說其實 現在人 就是因為油脂太多 我們需要你必須的一些 裡面的營養分 裡面的胺基酸 裡面的B群 你能夠獲得 那油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這個油你吃進去 只是讓你自己幹嘛 增加負擔 變胖而已啊 對啊 但是相對之下 它去做濃縮對不對 它問題還是會出現啊 不是說說 不是說吃了雞精 你就讓你病病 很強的 還是有問題 沒錯 那本身的鈉含量會比較高 我們常說 對你有痛風的病人 喝雞精的話 你會引發你的痛風啊 正反兩面 所以說基本上 就營養價值 真的是雞精會比較 可是它潛在性的危機 也比較大啊 可是如果說女生要 那個生完小孩 你喝雞湯 雞湯有補水的話 那乳滋味比較充分啊 可是如果說 是不是身體本身 有一些疾病的人 對 如果本身是高血壓 甚至剛才提到說 其實基金裡面 除了鈉的含量 比較高以外 它本身甲的含量 也會比較高 那基本上 我們對於基金 有可能它的鈉會標示 就是大家看一下基金的話 如果鈉有標示的話 盡量選擇 它的鈉含量是在100以下的 可是它當中的甲的話 基本上我們不列為 食品衛生的標示裡面 所以你看不到 那其實基金裡面 含的甲的量也比較大 那這比較大的話 對於某些心臟不好的人 它會造成 或腎臟不好的話 它會造成一些負擔 所以這些要留意 對 如果住院出來的 它要補元氣的 基金還是雞湯 如果說沒有這些 所謂的腎臟 或心臟方面的問題的話 其實你 基本上你多吃東西 其實你能夠多吃就多吃 那其實喝雞湯 其實反而 其實因為你可以帶 把一些水分也補充進去 那你可以配合其他東西 所以這時候 雞湯比基金好 我是覺得說 其實都是應該都可以 只說不要說 特別說一定要吃什麼 你可能送禮啊 你看看一些 應後的 不是 我們會喝的狀況 就是比較虛弱 對 比較累 對 那如果你自己 沒有辦法判斷說 我這樣的狀況 或是有高取壓 你不知道 那你這樣喝可能又更不好 那我會建議大家 以料理這個部分 我通常會用雞精 反而是你把它稀釋以後 去煮湯 或者是做在料理裡面 但是我就沒辦法 喝到整罐 因為七次喝不完整罐 所以就是剛醫生講的 你應該先用一點湯湯水 把它稍微稀釋 你可能這樣的危害性 正面得到很多 但是不要得到太多負面 了解 所以你可以把它應用在你的食材 可能可以煮粥啊 對 你不要放 很多人煮粥可能怕沒味道 你就把雞精 倒個半塊進去 不用包魚粥啦 不用魚絲粥啊 雞精粥啊 雞精味道煮起來就很鮮了 或者是你要煮湯的時候 你把雞精倒下去 去一起煮一個湯 那你就不用再調味了 那這樣的話 你也可以得到它的營養 所以甄莉有給小孩喝雞精嗎 沒有 我就是想問說 其實給小孩喝兒童雞精 到底好不好 對 其實現在孩子的營養 都已經過剩了 都已經很 都已經 體重都已經超過那個標準 不要再喝了 沒有 我沒有給我的小孩喝好嗎 我覺得你一天講一天 在咬什麼頭 你不要再給他吃便當了 對 剛剛錄影他的便當 沒吃給他小孩吃 你看他變瘦 你看他兒子現在很乾 對 剛剛意思講的 大家都為人父都知道 現在的小孩子 其實營養是過剩 不是太少 然後不均衡 對 而且雞精也是算 高蛋白的東西 對 那我們剛才提過 其實現在高蛋白反而是 就造成你的體質是變酸的 這樣會造成你的 反正肝腎負擔是增加的 反而不要多 對 所以除非是 可是他標榜是兒童雞精 對 沒有錯 所以他一定是有調整到 我們講的可能 就像是了 像你吃維他命 他也有大 一定有成人的標準 跟兒童的標準 小孩子不能吃大人的維他命 那這樣會造成負擔 所以變成說 小朋友應該是說四狀況 來 再來第二點 飯後吃水果能夠幫助消化嗎 這還能問嗎 對啊 對 但是他到底是一個常態 還是一個陷阱 圈叉 請選擇 那也是圈啊 都是圈啊 對啊 有啦 後面還是有TKey的 對不對 覺得他是個陷阱 對不對 而且最後兩題了 通常就會 不會讓你過關對不對 對 你看這個 類似金牌密碼之類的 很厲害 難怪這個節目收視率不錯 是 感謝你 來 因為那個水果不是 都會有那個纖維嗎 所以一定是可以幫助消化的 就是纖維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 拔辣或什麼的 都可以就是幫助消化 因為我知道等一下會吃到 水果跟甜點 我就會留胃 我就不會吃太多 對啊 所以留一個胃要吃水果 所以不會吃到過飽 撐在那裡有沒有 對 然後我以前碰到那種 撐得過飽的狀況 我只好去躺著睡一下 有沒有 就一直變胖 對 所以我現在反而 知道我等一下後面還有 兩片西瓜 或那個店家會招待自己夠 對 甜點 我就會主持 就保留兩層 對... 你也知道 我也是這樣 而且這樣才... 這樣才有個Ending 這樣才叫做Ending 但這跟幫助消化 有什麼關聯呢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沒有吃得太撐 因為你沒有吃得太撐 所以胃至少有一點空間 它可以幫助消化跟蠕動 是... 吃七八分飽 對 這樣其實是最好的 是這個意思 王老師 對 大家這個回答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 我要分兩個層面對 應該是說 飯後第一個 多久吃 飯後第二個 你吃什麼水果 因為我們的主題是在講 幫助消化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幫助消化的前提是 水果裡面的酵素 是它的酵素 不是靠纖維來幫助消化 是酵素 因為酵素可以幫助分解 所以我自己的經驗 有時候像很多媽媽在做菜 你會知道 像你那個什麼 鳳梨為什麼要配蝦球 對 鳳梨為什麼要配蝦球 鳳梨酵素 因為鳳梨有酵素嘛 對... 所以鳳梨的話 如果你飯後吃一點像木瓜 像鳳梨 像奇異果 然後又不能太甜 對 不要太甜 那量也不能太多 怎麼樣叫不要太多 大概是一個... 我們建議大概如果你飯後 大概半個鐘頭 一個鐘頭之後吃是最好 大概是最多一個拳頭 一個拳頭大概是裝飯的碗 一個碗嗎 差不多 差不多 再小一點 所以女生就是更少一點 男生是比較多一點 對 所以一般 我的經驗是這樣 如果你今天只吃一頓 假設牛排 十幾盎司 二十盎司 你都是吃肉 那這個時候你飯後 如果吃兩片這個木瓜 或吃個兩片這個所謂鳳梨 你會感覺這個消化的程度 會比較快 因為本身這個木瓜酵素 鳳梨酵素大家都知道 像奇異果的酵素 它是可以分解蛋白質 這個在營養學醫學上證實 所以減肥的時候 飯後才會不能吃水果 因為會餓得比較快 是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這樣講是不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最近是變胖是不是 最近每人都一直都在問 減肥的問題 因為這樣子的話 反而是應該幫助你的食物 完全的分解 才可以完全的消化跟吸收 這樣才不會造成 你不消化不吸收 或者消化不良的情況 你就容易脹氣 很多人常常會 脹氣很久不舒服 那這樣反而容易造成素變的問題 那如果像克帆剛剛講說 我就是保留兩分的空間 我來吃水果裝進去 對 一樣可以嗎 但是如果你的腸胃 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醫來講 我們的水果屬寒性的多 除了像桂圓櫻桃 龍眼 龍眼或者荔枝 比較屬於熱性 溫性 其他所有的水果 幾乎都是涼的 都是寒的 所以你吃熱熱的 你吃太多寒性的 反而會讓你的胃怎樣 其實消化功能會 反而是不好 所以要半個小時以後 對 尤其是水分多的 好 你這樣胃衣充蛋 你的消耗是比較差的 了解 再來第三點 好 第三點 飯後 一瓶人瓶 會得腸癌 白症 真的假的 小月可怕了 對啊 這個我還沒有聽過耶 而且這個是我每天 一定都要看到的 這個要配對不對 一直都答對了媽媽們 你們要注意了 不要再這一題 滑鐵爐 來了 所以會不會得腸癌 圈插請選擇 請選擇 我覺得會耶 不會 不會 後面 幾乎大部分是不會 會 愛喝的我就覺得不會 來 克帆哥 為什麼不會 我跟你講 以前我們就是 在吃東西的時候 媽媽就會跟你講說 不要吃冰的 對 後來我才發現 吃冰的怎麼不好咧 他是說什麼 冰的下去 什麼會跟你的食物在那邊 就會降溫就會結塊 那個油會 然後就會不容易消化 或者是 然後就會在那個 就不好的物體 會留在腸道 然後就會 就會產生病變 就會得腸癌 他這個理論是這樣 怎麼可能 那飲料喝到這裡 就變熱了 就進入二十幾度C 對不對 就像我喝的是四度C 那如果你知道這個邏輯 你冰得下去 就變熱了 那為什麼會影響到婦科咧 對 女性喝冰的子宮會寒 會不舒服 會痛 真的了解女人 我跟你講 因為你喝太多的時候 是腦子先冰 好酷 那你現在喝的也是 真的外國人 台灣也有 就是喝冷飲的時候會頭痛 對 會頭痛 它是一種神經病 對 可是你知道就是小時候 爸媽都會說 如果馬上吃熱的 再喝冰的 就是會太刺激 因為其實像柯凡哥說的 你即使喝冰的 到這裡可能變溫的 但其實沒有 我每次喝冰的 到肚子還是感覺 對肚子冰冰的感覺 真的有冰冰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覺得 你是喝很冰對不對 就是冰水冰的 冰的飲料 那它應該是 就是太刺激 它的那個肥肉比較少 肥肉比較少 所以保溫效果比較少 你的肥肉比較多 它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有保暖效果 我跟你說 好有技術 真的 我跟你講 連買保溫瓶 你都要認明 劈開頭那個牌子 我跟你講 早上七點鐘裝一個熱咖啡套 晚上六點它還是熱的 沒有 反正就是會 太刺激會對就是器官 就胃啊什麼不太好 很容易就會生病 久了就會變那個腸癌之類的 就有可能腸癌 反正你的邏輯是 它可能會生病 對 太刺激了 好 所以腸癌 也許是你的選項之一 到底會不會呢 樹青 因為我們人是很溫動物 當然你例外 因為你保溫一下 文渣 打開 打開 人是很溫動物 我們的身體是保持很溫 尤其我們的核心溫度 當然那個冷的東西這樣 在身體裡不久 它就會把它跟成我們的溫度 是一樣的了 所以它不會一直冰塊進來 一直是冰塊 因為我們就必須把它提升到 跟我們體溫一致 所以它不會變成那個 一塊一塊的東西 一直在你的消化道 即便是油到你的消化道 讓它癌化也不是油 而是因為其他裡面不好的東西 那最重要是 到底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我個人覺得會有影響 但不至於癌化 會不會縮起來 所以血管也會相關 相對的收縮 所以你內附近的血液循環 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以前是不是都跟大家講 你不要剛吃飽飯 就去洗澡 因為餵著血會不夠對不對 因為它是那個 一樣的 那當你本來應該消化的時候 你喝冷飲 它溫度降低 它裡面的血液循環 如果沒那麼好的話 可能消化會變比較差 以剛才素卿講的沒有錯 我們都知道 這個邏輯是對 因為像我每次跟他分享 你說像柯凡哥你在喝酒 你看喝酒的人是不是都得啤酒度 為什麼咧 為什麼是啤酒 為什麼沒有XO度咧 為什麼沒有威士忌度 為什麼不會撞這裡 會撞這裡 其實有一個 下一個邏輯 我的解釋是 你一般你放後熱熱的 我們是不是分泌味酸 開始好好的消化它 那你如果突然喝個冰的 因為啤酒一定喝冰的 啤酒沒有人喝熱的 沒有 沒有遇過吧 喝酒那麼久了 沒有 有 他吐出來以後 沒有啦 他不會再喝回去 你會再喝回去喔 你醉了 不然是讓大家在吃飯時間 這麼噁心對不對 那這就是快炒店的時候 一定啊 吃燙的啊 對啊 那這個啤酒只有可能 譬如說你要燉豬腳 你可能加在裡面一起燉 啤酒火鍋 之類的 所以一樣我們人體 剛才講的是一個 所以你喝冰的下去 一樣恆溫它一定要啟動 我們的所有酵素 啟動熱量啟動能量 讓它從你看你冰啤酒 可能只有幾度 四五度而已 你加冰塊 下去馬上要啟動回到三十七八度 所以問題來了 這個時候其實是靠我們的酵素 做一些生化反應 那如果你常常這樣做的時候 身體一定要產生一個保護機制 所以你會發現 喝啤酒的人 如果常常這種 而且喝啤酒你一定是配燒烤 一定是有沒有快炒一九九 對 一定都是味道重 油也多的那種 所以一樣 第一個是油 那油過熱 像那種快炒都知道 油過熱已經會產生自癌物 大家都知道 那你下去以後變硬 消化變慢 那那些有可能自癌的物質可能 留的時間久 對 留的時間久 這也有可能 那另外一個 你的溫度高 你要啟動這個時候 你的身體的脂肪 通常就會比較容易儲存在內臟 而不是像媽媽的這種胖子 胖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最胖外觀 什麼啊 對 因為這種是慢 這種這種的脂肪是慢慢堆積 所以男人的啤酒度 內臟脂肪多 通常你會發現 來得快 如果你節制一陣子 沒關係 很快 就消下去了 沒有錯 那這跟溫度有關係 那王醫師怎麼看呢 其實 有沒有那麼一點點可能腸癌 其實應該這麼說 其實大家的觀念是 大家都知道 那這當中 對 癌症 那第一個 大腸癌是 癌症當中的第一名 女人除了乳癌以外 其實平反 所以大家其實 大腸癌已經幹掉了肺癌肝癌 對 第一名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大概有一個概念 那會得到大腸癌當中 就是高油脂的食物 對 那剛才提到說 你吃那些高油脂的食物 在你體內 就是在這過程當中 就是會容易導致大腸癌 那跟你喝這個人癌 是沒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這個標題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他認為說 脂肪結塊之後 導致在腸子裡面 產生什麼點點點 叉叉叉之後 造成你大腸癌 但事實上不是 是油脂這個東西 在你大腸裡面堆積過久 它產生一些毒素的話 會產生大腸癌 但是告訴他一件事情 油脂類的東西 少碰 不要再吃那些大魚大肉 高油脂的東西 燒烤的東西 多吃清淡的 多吃有鮮味的蔬菜水果 讓你排便順暢 這才是我們的重點 是 了解了 所以我想每天 大家一定得做的事 一定就是吃東西 你不吃那 人沒辦法起動 對不對 所以如果要讓自己 一 健康 二 美貌 三 漂亮 不管是任何的理由 要吃對 所以觀念要保持正確 如果在網路上 看到很多這種 乙兒傳的訊息的話 求證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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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 話